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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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学校大家商量之后 最后用比较有学问的名字叫做重门 用意就是说有这个成功之门 你要是从那里穿过去走过去 你一定包准会毕业的 很多人一定会想说 艺术为什么用修行 因为是一定要修行 如果没有用修行 可能会办不到 艺术如果是用学习的 你想想看 不管你跟哪一位教授学 不管你到哪一国去念 都不是你的 都跟你无关你知道吗 轰格在我心 这就是轰格 轰格到哪里去学 没有啦 外面哪有风格 老师也不可能教你风格 所以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做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开始科的时候 是乡土系列 后来科太极系列 再科人间系列 人间系列已经科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当中 所科的东西啊 我都没有在乎它的 连名字都 很多都没有名字 像后来这个星座 它就很特别 跟以前不一样 它是比较内在的问题 在讲生活的思维 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是一个箱子 中间没有没有隔 没有隔开 那一边是黑 涂黑色的 一边是涂白色 黑色的这边 站了一个人 他是囚犯被关起来的 这个人 他是被关 所以他的钥匙在外面 这个白色的这个是 应该可以说是 他是善人 这是恶人 这样好了 那么他是自己关起来 所以他的钥匙在这里 他口袋有一只钥匙 那么这个人 他被关 可是这里没有墙壁 就一步之差 他可以跨出去 过来这边 他就拿他的钥匙 他就出去了 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要站在这里 很多人都说 哪有这样的道理 哪有这样的人 要这样自己关在哪里 你想想看 我们的社会 有多少坏人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而且跟 坐在你的旁边 你都不知道 这个是立方体 这一件是更新的 在那个球系列的后面 这个名字叫 发现立方体 怎么发现 就是说我发现 这件跟艺术跟雕科没有关系的 是跟科学有关系 发现我们的生物中 没有荒的东西 不管你是人 动物 水果 种子 或者是细胞 细菌 微生物 里面通通都没有 就是在 那个 海底的动物期间 通通都没有荒 为什么我那么有信心 因为荒是违反